第二回贾夫人先是扬州城棱子星演说荣国府 诗云一局书营料不珍 香香茶尽上军寻 欲知目下兴衰照 须问旁观棱眼人 却说丰素因听见公差传唤 忙出来陪笑启问 那些人直嚷 快请出真言来 丰素忙陪笑道 小人姓丰 并不姓真 只有当日小须姓真 今已出家一二年了 不知可是问他 那些工人道 我们也不知什么真假 因奉太爷之命来问 他既是你女婿 便带了你去亲见太爷面饼 省得乱跑说着 不容丰素多言 大家推拥他去了 丰家人个个都惊慌 不知何照 那天约二更时 只见丰素方回来 欢天喜地 众人忙问端的 他乃说道 原来本府新生的太爷姓贾名画 本贯胡州人士 曾与女婿旧日相交 方才在咱门前过去 因见交信那丫头买线 所以她只当女婿一住于此 我一一将缘故回名 那太爷道伤感叹息了一回 又问外孙女儿 我说看灯丢了 太爷说 不妨 我自始翻译 务必探访回来 说了一回话 临走道送了我二两银子 真家娘子听了 不免心中伤感 一宿无话 至次日 早有宇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 四皮锦段 答谢真家娘子 又寄一封秘书与风宿 转头问真家娘子 要纳交信做二房 风宿喜得屁滚尿流 巴不得去奉承 便在女儿前一粒窜躲成了 承夜只用一成小叫 便把交信送进去了 宇村欢喜 自不必说 乃风百金赠风宿 外谢真家娘子 许多物事 令其好生养善 以待寻访女儿下落 风宿回家无话 却说交信这丫鬟 便是那年回顾与村者 因偶然异故 便弄出这段事来 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其源 谁想他命运良际 不成望自到与村身边 只一年便生了义子 又半载 宇村嫡妻忽染及下世 宇村便将他扶策 做正式夫人了 正式 偶因依照错 便为人上人 原来 宇村因那年 世隐赠淫之后 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 至大比之期 不料他十分得意 已会了进士 选入外班 今已生了本府之府 虽才干忧长 未免有些贪酷之弊 且又是才武上 那些官员皆侧目而逝 不上一年 便被上司寻了隔空隙 作成一本 参踏生情狡猾 善转礼仪 且孤清正之名 而暗解虎狼之属 致使地方多士 民命不堪等语 龙颜大怒 急批革职 该部文书一道 本府官员无故喜悦 那宇村心中虽十分残恨 却面上全无一点怨色 仍是嬉笑自若 交代过公事 将历年做官积的些资本 并加小人署送至原籍 安排妥协 却是自己担风秀乐 浏览天下圣迹 那日 偶又游至还阳地面 英文的金碎琢正点的是 林如海 这林如海姓林明海 婊子如海 乃是前科的炭花 今已生至蓝台四大夫 本贯姑苏人士 今钦点初为巡言御史 道任方一月有余 原来这林如海之祖 曾习过猎侯 今到如海 夜经五世 其初时 使封习三世 因当经龙恩圣德 远迈钱代 额外加恩 至如海之父 又习了一代 至如海 便从科帝出身 虽戏中顶之家 却亦是书香之族 只可惜 这林家之术不胜 子孙有限 虽有锦门 却与如海 俱是唐族而已 没胜轻之敌派的 今如海年已四时 只有一个三岁之子 偏幼于去岁死了 虽有己房姬妾 那他命中无子 亦无可如何之事 今只有嫡妻甲氏生的义女 汝民黛玉 年方五岁 夫妻无子 故爱如珍宝 且又见他聪明清秀 便也欲使他读书时得几个字 不过甲冲养子之意 了解西夏荒凉之谈 宇村正值偶感风寒 并在旅店 将一月光景方建玉 一因身体牢卷 二因盘费不济 也正欲寻个合适之处 暂且歇下 现有两个旧友 亦在此境居住 因文的挫正 欲聘亦西宾 宇村便相托有力 谋了尽去 且做安身之计 妙在指一个女学生 并两个半读丫鬟 这女学生年幼小 身体又极切弱 功可不限多寡 故十分省力 堪堪又是一载的光阴 谁知女学生之母 假是夫人一级而终 女学生是汤凤药 守丧敬哀 遂又将此管别途 林如海抑郁令 女守之读书 故又将她留下 尽因女学生 哀痛过伤 本字怯弱多病的 触犯旧症 遂连日不曾上学 宇村闲居无聊 每当风日晴和 放后便出来闲步 这日 偶之锅外 异欲赏见那村野风光 呼信部 致一山环水悬 茂林身竹之处 隐隐的有座妙语 门向青颓 强远朽败 门前有鹅 提着智通四三字 门旁又有一副 就破的对联 曰 身后有鱼望缩手 眼前无路想回头 宇村看了 因想到 这两句话 闻虽浅进 其异则深 我也曾游过些明山大厦 倒不曾见过这话头 其中想必有个 翻过金斗来的 意味可知 何不进去试试 想着走入 只有一个龙中老僧 在那里煮舟 宇村见了 便不在意 急至问他两句话 那老僧继龙且婚 耻落舌顿 所答非所问 宇村不耐烦 便仍出来 一遇到那村寺中 孤饮三杯 已住也去 于是款步行来 将入寺门 只见坐上吃酒之客 有一人起身大笑 接了出来 口内说 其遇 其遇宇村盲看时 此人是都中 在古董杭州贸易的 号冷子星者 旧日再都相识 宇村最赞 这冷子星 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 这子星又借宇村斯文之名 故二人说话投机 醉相契合 宇村盲笑问道 老兄何日到此 地竟不知 今日偶遇 珍奇远也 子星道 去年岁底到家 今应还要入都 从此顺路找个庇佑 说一句话 成他之情 留我多住两日 我也无谨事 且彷徨两日 待月半时也就起身了 今日庇佑有事 我因贤步至此 且歇歇脚 夫妻这样巧遇 一面说 一面让与村同袭坐了 另整上九摇来 二人闲谈慢隐 续些别后之事 宇村英问 近日都中 可有新闻没有 子星道 道没有什么新闻 道是老先生 你贵同宗家 出了一件小小的意识 宇村笑道 地族中无人在都 何谈及此 子星笑道 你们同姓 岂非同宗一族 宇村问是谁家 子星道 荣国府甲府中 可也垫入了先生的门眉吗 宇村笑道 原来是他家 若论起来 韩族人丁却不少 自东汉甲府以来 支派凡圣 各省皆有 谁逐细考察得来 若论荣国一知 却是同谱 但他那等荣耀 我们不便去攀扯 至今顾月发声书 难认了子星探道 老先生修如此说 如今的这宁容两门 也都消除了 不比鲜石的光景 与村道 当日宁容两宅的人口 也极多 如何就消除了 棱子星道 正是 说来也话长 与村道 去岁我到金陵地界 因与游览六朝遗迹 那日进了石头城 从他老宅门前经过 街东是宁国府 街西是荣国府 二宅相连 竟将大半条街占了 大门前虽冷落无人 隔着围墙一望 里面听电楼阁 也还都争容宣俊 就是后一代花园子里面 树木山石 也还都有 枉微阴润之气 那里像个衰败之家 棱子星笑道 亏你是尽是出身 原来不通 古人有云 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 如今虽说不及 先年那样兴盛 较之平常 事患之家 到底气象不同 如今生耻日凡 事物日盛 主仆上下 安抚尊荣者尽多 运筹谋划者无依 其日用排上费用 又不能将就省减 如今外面的架子 虽未甚到 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这还是小事 更有一件大事 谁知这样忠名鼎石之家 汉莫师叔之族 如今的儿孙 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语村听说 也呐喊道 这样势力之家 岂有不善教育之理 别门不知 只说这宁 荣二宅 是最教子有方的 子星叹道 正说的是这两门呢 但我告诉你 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 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 宁宫居长 生了四个儿子 宁宫死后 甲代化习乐观 也养了两个儿子 长名甲夫 至八九岁上便死了 只剩了次子 甲敬习乐观 如今一味好道 只爱稍丹练功 愚者一概不在心上 幸而早年留下义子 名幻贾珍 因他父亲一心想做神仙 把关岛让他席了 他父亲又不肯回元吉来 只在都中城外 和道士们胡颤 这位甄爷到生了一个儿子 今年才十六岁 名叫贾荣 如今静老爹一概不管 这甄爷那里肯读书 只一位高了步了 把民国府静翻了过来 也没有人敢来管他 再说容府拟听 方才所说异事 就出在这里 自容公死后 长子贾戴善习乐观 娶的也是金灵侍勋 使侯家的小姐为妻 生了两个儿子 长子贾舍 次子贾正 如今戴善早已去世 太夫人尚在 长子贾舍习着观 次子贾正 自幼酷喜读书 祖 父最腾 原寓以刻甲出身的 不料戴善临终时 以本遗上 皇上应许先臣 及时令长子习观外 问还有几子 立刻引荐 岁额外赐了这正老爹 一个主事之贤 令其入不习学 如今现已生了 圆外郎了 这正老爹的夫人王氏 投胎生的公子 名幻甲甲珠 十四岁进学 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 生了子 一并死了 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 生在大年初一 这就奇了 不想后来又生一位公子 说来更奇 一落胎包 嘴里便咸下一块 五彩金银的月来 上面还有许多字迹 就取名叫做宝玉 你倒是心其意 是不是 宇村孝道 果然其意 只怕这人来历不小 子兴冷孝道 万人皆如此说 婴儿乃祖母 便先爱如珍宝 那年周岁时 正老爹便要是 他将来的志向 便将那世上 所有之物摆了无数 与他抓取 谁知他一概不取 伸手只把些 之粉拆还抓来 正老爹便大怒了 说将来九色之徒儿 因此便大不喜悦 独那时老太君 还是命根一样 说来又奇 如今长了七八岁 虽然淘气异常 但其聪明乖绝处 百个不及他一个 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 他说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男人是泥做的骨肉 我见了女儿 我便清爽 见了男子 便觉着臭逼人 你倒好笑不好笑 将来色鬼无疑了 与村罕然 力色盲指道 非也 可惜你们不知道 这人来历 大约正老前辈 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 若非多读书时事 家已置之格物之功 悟到参玄之力 不能知也 此心见他说得这样重大 盲请教其端 与村道 天地生人 除大人大恶两种 愚者皆无大义 若大人者 则应运而生 大恶者 则应结而生 运生是智 结生是微 遥 顺 宇 汤 文 武 周 赵 孔 孟 董 韩 周 程 张 朱 皆应运而生者 吃游 贡公 节 咒 始皇 王莽 曹操 黄温 安禄山 秦桂等 皆应结而生者 大仁者 修至天下 大恶者 挠乱天下 清明灵秀 天地之正气 仁者之所秉也 残忍乖辟 天地之邪气 恶者之所秉也 今当运龙坐勇之朝 太平无为之事 清明灵秀之气 所秉者 上至朝廷 下及草野 比比皆是 所余之秀气 漫无所归 遂为甘露 为河风 恰然盖及四海 比残忍乖辟之邪气 不能当逸于光天化日之中 遂凝结充色于 深沟大河之内 偶因风荡 或被云催 略有摇动感发之意 一丝伴侣 乌而泄出者 偶知灵秀之气是果 正不容邪 邪腹杜正 两步相下 亦如风水雷电 地中济玉 既不能消 又不能让 必至搏击先发后使尽 故其气亦必复人 发泄一尽始散 使男女 欧禀此气而生者 在上则不能成 人人君子 下一步能为 大凶大恶 只知于万万人中 其聪俊灵秀之气 则在万万人之上 其乖僻邪 也谬不尽人情之态 又在万万人之下 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 则为情痴情重 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 则为意识高人 仲在偶生于博作寒门 断不能为走足剑扑 甘遭庸人屈至驾驭 必为其幽名唱 如前代之许游 陶钱 阮吉 姬康 刘陵 王谢二族 顾虎头 陈厚主 唐明皇 宋徽宗 刘亭之 温飞清 芈南宫 石漫清 刘其清 秦少游 近日智尼云林 唐伯虎 柱之山 赞如李归年 黄帆超 静心魔 卓文君 洪福 薛涛 崔英 昭云之流 此皆异地则同之人也 子兴道 依你说 成则王侯败则贼乐与村道 正是这一 你还不知 我自革职以来 这两年便由各省 也曾遇见两个异养孩子 所以 方才你一说这宝玉 我就猜照了八九亿事这一派人物 不用远说 只金陵城内 钦钗金陵省体人院总裁真家 你可知吗 子兴道 谁人不知 这真府和贾府就是老亲 又稀是娇 两家来往 极其亲热的 便在下也和他家来往非止一日了 宇村笑道 去遂我在金陵 也曾有人见我到真府处馆 我进去看其光景 谁知他家那等显贵 却是个富而好里之家 倒是个难得之馆 但这一个学生 虽是启蒙 却比一个举业的还老神 说起来更可笑 他说 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 我方能认的字 心里也明白 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 又常对跟他的小私们说 这女儿两个字 极尊贵 极清静的 比那阿弥陀佛 原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 还更尊荣无对的呢 你们这啄口臭舌 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 要紧 但凡要说实 必须先用清水香茶 竖了口才可 赦若失措 便要凿牙穿腮等式 其暴虐浮躁 玩烈憨吃 种种异常 只一放了学 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 其温厚和平 聪明文雅 竟又变了一个 因此 他令尊也曾吓死吃楚过几次 无奈竟不能改 没打得吃疼不过时 他便姐姐妹妹乱叫起来 后来听得理念女儿们拿他取消 因何打击了只管叫姐妹作甚 莫不是求姐妹去说情讨饶 你岂不愧些 他回答得最妙 他说 急疼之时 只叫姐姐妹妹字样 或可解疼也未可知 因叫了一声 便果觉不疼了 遂得了秘法 每疼痛之急 便连叫姐妹起来了 你说可笑不可笑 也因祖母妮爱不明 每因孙辱失择子 因此 我就辞了馆出来 如今在这巡言御史 临家作馆了 你看 这等子弟 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 从师长之归贱的 只可惜他家几个姊妹都是少有的子星道 便是甲府中 现有的三个也不错 郑老爹的长女 明元春 现因贤孝才德 选入宫做女史去了 二小姐乃舍老爹之妾所出 明迎春 三小姐乃郑老爹之处出 明探春 四小姐乃宁府真爷之宝妹 明幻西春 因十老夫人及爱孙女 都跟在祖母这边一处读书 听得各个不错 与村道 更妙在真家的风俗 女儿之名 一些从男子之名名字 不似别家 另外用这些春红 香玉等燕字的 何德甲府 依了此俗套 子星道 不然 只因现今大小姐 是正月初一日所生 顾名元春 于者方从了春字 上一辈的 却也是从兄弟而来的 现有对证 目金你贵东甲林宫之夫人 及荣府中社 正二宫之宝妹 在家时名唤贾敏 不现时 你回去戏访可知 宇村拍案孝道 怪到这女学生 读至凡书中有敏字 皆念作秘字 美美如是 写字欲着敏字 又简一二笔 我心中就有些疑惑 今天你说的 是为此无疑已 怪到我这女学生 言语取指令是一样 不与近日女子相同 度其母必不凡 方得其女 今知为荣府之孙 又不足含义 可惜上月其母 竟顽固了 子星探道 老姊妹四个 这一个是极小的 又没了 长一辈的姊妹 一个也没了 只看这小一辈的 将来之东床如何呢 宇村道 正是 方才说这正宫 已有贤玉之儿 又有长子所宜一个弱孙 这事老竟无一个不成 子星道 正宫既有玉儿之后 其妾又生了一个 道不知其好歹 只眼前现有二子一孙 却不知将来如何 若问纳社公 也有二子 长眠假脸 今已二十来往了 亲上做亲 娶的就是正老蝶夫人 王氏之内侄女 今已娶了二年 这位脸爷身上 献捐的是个童之 也是不肯读书 于是路上好鸡变 言谈去的 所以如今只在乃书正老爷家住着 帮着料理些家务 谁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后 到上下无一人不称颂他夫人的 扁爷倒退了一社之地 说模样又极标志 言谈又爽利 心机又极深细 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语村听了 笑道 可知我前言不谬 你我方才所说的这几个人 都只怕是那正邪两腹而来一路之人 为可知也 子兴道 邪也罢 正也罢 只顾算别人家的账 你也吃一杯酒才好 语村道 正是 只顾说话 竟多吃了几杯子兴笑道 说着别人家的闲话 正好下酒 即多吃几杯 何妨宇村向窗外看到 天也晚了 仔细关了城 我们慢慢地进城再谈 未为不可于事 二人起身 算缓酒账 方玉走时 又听得后面有人叫道 宇村兄 恭喜了 特来报个喜信的 宇村忙回头看时 记得伍 词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